大拳2015不仅收录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过去60年中最精彩的纪录,更增加许多最新纪录及精美照片,这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高尔夫球杆,世界上最长的舌头,以及用脚射箭最远距离等纪录。 吉尼斯世界纪录总编辑, Craig Landy表示,对于吉尼斯世界纪录本身而言,将60年中发生的纪录挑选,并编排到一本书中是一件极举挑战的事情。 在将纪录编写成书的过程中,我们也惊喜地察觉到社会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,我仍深深地忌惮,在编写第一本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拳》是,世界上最昂贵的瓶装酒为51.4元人民币,而如今这项纪录已经高达77.96万元人民币,当然,许多的纪录却也一直保持不变,比如世界上最高的人仍然是Roberto Uno,身高2.72米,Glandy。 补充道,吉尼斯世界纪录非常感激每一位忠实的读者,并希望精心编排的内容能够得到每一位读者的喜爱。 同时也希望能记录下60年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拳2015全方位展现事实,特技与成就。 同时我们相信这对每一位纪录保持者都是最好的纪念和褒奖。 本书将于2014年9月11日以约200元人民币的价格全球发售。 长甲魔女,克里斯沃顿是来自美国的歌手,但更引人众目的是,他超过60厘里长的手指甲。 克里斯已经20年没有剪过指甲了,但他还能戴着超长指甲弹钢琴。 克里斯在指甲垫长时会,用特殊材料填补指甲缝起,使他们变得更加坚硬。 除了一次休息车时指甲断掉,克里斯还没怎么担心过他的指甲。 途中这位女士林希林·德伯格创下的世界纪录是用手肘加碎最多苹果的人。 为了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,他一口气用手臂加碎了八个苹果。 高头大驴子,罗莫路斯是一头九岁的美国大驴子,身高接近173厘米。 2012年以来,他就和自己身高1米68的驴兄弟,一到位农场主人保护生存,对抗随时可能偷袭的驴狼。 最长的舌头,摄像记录保持者,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24岁的。 他的舌头仅测量长达10.1米。 当,还是孩子时就曾模仿的舌头秀,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舌头比一般人长很多。 生活中他享受这长舌头所带来的关注,我不仅能舔到我的鼻子,还能舔到肘部。 最大的悠悠球,来自美国的Bat Johnson,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悠悠球,其直径为3.65米,重达2095.6千克。 自己拥有一家公司,最初想到要见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原因很简单,他只是想要创造一个别人没有的更大更好的东西。 整个建造完工,整整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。 但他从不后悔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,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疯狂。 但是,我并不在意,我是一个不言败的人。 任何值得做的事情,我认为都是对的事情。 最大规模的詹姆斯邦德纪念品,收藏,来自英国47岁的Nick Bennett。 自28岁起开始积极收集各种詹姆斯邦德的纪念品,至今共收集12、463件。 他还为所有的纪念品设立了一个秘密基地,当他得知自己的记录,被载入到《大拳2015》中时非常兴奋。 我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,作为这本书的忠实粉丝,很荣幸能够出现在这本书中。 最长的高尔夫球杆,49岁的Cartemers,是一名高尔夫球职业运动员。 他用这只长达4.37米的高尔夫球杆,将球打出165.46米。 用脚射箭最远距离,来自美国26岁的Nancy,拥有一项特别的技能。 他可以在6.09米远处,用脚射中直径,为13.97厘米的靶子。 Nancy,每天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这项技能,不然会变得生疏。 除了建议外,Nancy,现在开始尝试其他类型的武器。 最小的房车,来自英国43岁的Nancy,创造了这辆可爱的小车。 这辆车长2.39米,高1.53米,宽0.79米,重量达131.1千克。 别看车子小巧无比,驾驶这辆小车进行一次短途旅行,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情。 Nancy说,当我驾驶这辆独特的小车,行走在路上时,人们总是向我微笑,我很享受这种感觉。